我身后是染庄地道站纪念馆 咱们先参观这个纪念馆 了解一下染庄地道的基本情况 这个纪念馆是和地道遗址相通的 参观完纪念馆 咱们再去地道遗址 这样会更加的清晰明白 冀中染庄地道站展厅 这是由杨成武将军提写的 染庄地道站遗址 是一处宝贵的抗战遗址 记录着染庄人民 依靠地道站这种特殊的作战方式 抵抗日寇保家卫国的难忘历史 染庄地道站纪念馆 1959年就成立了 这座是新馆 2010年建成的 位于河北省宝定市清远区染庄村 抗战从1931年到1945年 持续了14年 染庄地道站是发生在 冀中平原的一段抗战历史 冀中平原位于河北省中部 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地形平坦交通发达 战略地位重要 在抗战时期 是地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 1937年 七七事变后 日寇大举南钦 在6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平原上 修建据点炮楼1700多处 修筑公路2万多公里 挖封锁沟8000多公里 把冀中平原分割成2600多块 并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 企图扑灭抗日风火 摧毁冀中人民的抗战意志 英勇的冀中人民 在险无可守的平原上 避开敌人的锋芒 巧妙地开创了地道战 把战争转入地下 保存自己打击敌人 这是当年日寇头下的一枚 没有引爆的航空炸弹 这两枚小的是迫击炮弹 这是当年染装人民 挖掘地道时使用的锄头 还有自制的广播用的大喇叭 电话筒 在有地道之前 为了躲避敌人的侵扰 人们连人待物 转移到村外的青沙障 秋后青沙障一倒 无处藏身 村民就在野外和村里挖 隐蔽的地洞 染装地道的发展 经历了单口洞 双口洞和多口洞几个过程 最初的单口洞 作用只是隐蔽藏身 缺点是一旦被敌人发现 无法转移脱身 人们就不断吸取总结经验教训 把单口洞加深拓宽 成了双口洞 左邻右舍的地洞相互挖通 家家相通 互互相连 双口洞又变成了多口洞 染装地道随着与敌人斗争的深入 功能不断完善 可以防破坏 防封锁 防水罐 防毒气 和防火烧 染装地道从1938年春天开始挖 随用随挖 挖到1945年抗战结束 共挖了8年 地道以染装十字街为中心 有东西南北主要干线4条 南北支线13条 东西支线11条 全长16公里 与邻村还有相通的地道 家家相通 互互相连 能进能退 能攻能守 土炕上摆放的这只小桌子 暗藏着机关 桌子腿下边开造有小洞 万一有汉奸告密 敌人突然来搜查 可以把重要文件 藏在桌子腿下边的小洞里 抗战时期 环境艰苦 弹药缺乏 人们在简陋的环境下 用自制的简易设备 生产武器弹药 自己配置火药 制造土地雷 土炸药 翻火子弹 用来消灭敌人 这是染装兵工厂 自制武器的统计表 抗日英雄张森林 张森林同志 是染装第一位党员 也是染装地道的 创始人之一 染装的第一口地洞 就是在张森林家里 挖出来的 1943年 张森林为掩护爱国学生撤退 被敌人抓捕 受尽酷刑 英勇就义 后来人们在张森林的 衣兜里发现了 他写的旧义词 灵伤遍体 做图球 山河未富 智未愁 敌求逼书 归降字 世江必学 染春秋 人据留得 英魂在 唤起民众 报国仇 参观完 纪念馆 从这里进入地道 闲事经过一段长斜坡 就进入地道了 这段地道 光线有些暗 不过很宽敞 成年人在里边 可以行走自如 纪念馆和地道 都是免费参观的 我参观了两遍 上午一遍 下午一遍 发现上午人多 中午11点半 到12点半 一个小时闭馆消毒 下午一点多 我又参观了一次 人就比较少了 前边是一个 翻板的模型 当时这种 翻板的深度 是三米多 下边没有尖锐的器物 因为地道 暗藏机关 敌人即使发现了 地道口 也不敢轻易进入 起到了正式作用 走着走着 侧面出现了一个入口 这是一个休息室 像一个小房间 地道只是交通线路 人们进入地道以后 在休息室停留 我现在走的这段地道 高度是一米五左右 宽度八十部分左右 这是当时地道的 真实高度和宽度 成年人在里边 战不值只能猫着腰 为什么要把地道挖得这么狭窄 当时主要考虑到了 日本兵使用的武器 三八是步枪 也叫三八大盖 这个枪的枪身长度是一米三七 配半米长的刺刀 整个枪的长度 就达到了一米七 19四几年的时候 日本兵的平均身高一米五左右 枪比人高了二十公分 日本兵端着枪进入地道之后 当他们想掉头往外走的时候 人很容易转身 但是这个枪就掉不过来了 在这个时候 隐藏在地道中的民兵和游击队员 就可以攻击他们了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这边还有地道 看起来挺长的 不过这儿是门锁着的 没有开放 我刚才是跟着大部队走了 让有讲解员 现在是脱离了大部队 掉队了 因为拍视频 就自己走 也没事 应该没搞错 往左是清神庙 这是一个出口 咱们也只能往这儿出来 右边是黑的 没有开放 这段地道的高度 其实这段地道不是很长 挺窄的 就是一段 这就到出口了 太长了 这个出口叫清神庙出口 从这儿出来之后 就到了染庄的街上 街面青砖铺地 青砖房林立 弥漫着古朴的气息 仿佛又回到了七十多年前 这是染庄村十字街口的古槐树 上面挂着一口大铁钟 当年明钟报警用的 是染庄村的标志 到了今天 他仍然是一口警钟 警示人们不要忘记屈辱的历史 鞭策人们望战必危 古槐树相传是明朝 山西红桐老槐树的移民 携带树种 迁居到这里种下的 五百多年了 当年挖地道时 伤到了主根 1965年 在这里拍摄电影 地道战时 还枝繁叶茂 拍完电影以后 便枝脱叶落 雨是长辞了 为了永久保留 用钢筋水泥对古槐树进行了加固 这是一个井口 下边就是地道 这一段下边的地道是土质的 不太安全 远石的 井口封着呢 这是远石的地道 屋子里有马草口地道 这个马草口就是地道口 只不过现在锁着呢 咱们进不去 当时的地道口都设在了 敌人想不到的地方 井口 马草口 锅台等等 咱们刚才走的那段地道 是在原有地道基础上修复的 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不长 只有一小段 它只是染装地道很小的一部分 刚才听村民说 这个村子里还保留着 很多原始的土地道 只不过呢 它经常向下掉土 不太安全 就关闭了 现在不让参观 单纯的地道 无法对敌人实施打击 所以在地面修筑了 很多战斗攻势 这是一处碾子攻势 与院子里的马草地道口 和地道相通 用这个攻势击毙了三个敌人 这本来是一间教室 后来改为通向地道的暗示工程 曾经借助这处攻势 炸死炸伤敌人28个 另外还有柜台攻势 地平堡攻势 房上也有攻势 组成了立体交叉活力 染装人民在抗战时期 借助地道战消灭了2000多个鬼子 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保护了自己 参观完地道遗址 我现在到了染装村东北边的烈士陵园 这里超遍着很多抗战时期牺牲的烈士们 只不过锁着门呢 进不去 咱们就在外边看一看吧 染装地道站遗址 今天就参观到这儿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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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